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外甲华地产经纪莉莉 欢迎来到莉莉湖地产团队为您解说6月份的外甲华地产报告 那外甲华地产美元会给出的本月标题呢 是6月份的二手房市场啊 逐渐进入了夏季 什么意思呢 大家来看看详细数据吧 首先呢 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销量 在6月份呢 外甲华地产经纪通过MLS收出的二手房的数量呢 总共是1658套 跟去年同期的1493套商品呢 在销量上是有一个11%的上涨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年的5月份啊 我们是有一个1939套的这个销量 我们只上了6%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数据很好 但是呢 外甲华地产美元会的这个主席也提出呢 因为这个接下来政府要加息 以及呢 夏天其他活动的增加 这两个因素呢 都将会影响7月份的这个数据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今年6月份卖出的1658套 独野中呢 包括了1234套 非公寓类的住宅 以及呢 424套这个公寓住宅 那在这两个方面呢 非公寓类住宅跟去年同期相比啊 是有10%的上涨 不得了了 公寓类的住宅跟去年同期相比 有16%的上涨 我们再看一下过去5年啊 6月份的总销售量的平均值呢 是1881套 所以说今年的6月 虽然是跟去年的相比11% 但是跟过去5年的平均销量相比 今年的6月份销量还是算少的 说完的数量呢 我们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平均售价 那6月份呢 非公寓类住宅的平均售价呢 是746,445加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啊 我们虽然量上增加了很多 但是呢 我们的平均售价却下降了4%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5月份的平均售价呢 是745,902 除了数量上增加以外 其实价钱上是没有差别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公寓 公寓呢 今年的6月份 平均售价是448,380块钱 小伙伴们还记得这个月 公寓的这个售出的数量增加了很多 那你们猜一猜 价钱会上涨吗 今年6月 波台华公寓的平均售价呢 跟去年6月同期相比呢 是拿了2% 跟上个月的平均售价 在公寓的住宅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下面呢 是年度的平均售价 也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平均售价 今年上半年 1月到6月啊 非公寓类住宅的平均售价 是731,847 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是有一个10%的下降 那今年1月到6月 公寓类的这个住宅的平均售价 是432,885 跟去年同期相比 在平均售价上 售一个7%的下滑的 所以说数量啥的都不准确 最准确的时候 还是要看价钱 那看完了数量和平均价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一个非常重要的indicator 就是上盘的数量 我们看到 今年6月的上盘量啊 是2758套 跟去年同期的3212套相比 在上盘量上就14%的一个下跌的 这个其实也显示了卖家 对这个市场的信心不足 大家觉得卖不上价 所以说可卖可不卖的房子呢 大家就想到不卖 我们再看一下 今年5月份的上盘量 是2822套的 所以说这个月 跟上个月相比 在上盘量上 有一个2%的下滑 我们再看在过去5年中 每年的上半年 平均的上盘量啊 是2802套 所以今年跟它相比呢 也是有将近100多套的 一个下滑的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目前市场上 有的房源 可供消化时间大概是多少 非公寓类的住宅呢 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那公寓类住宅呢 差不多呢 是1.5个月左右 这个跟过去几个月的 这个数据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再来看一下呢 这个挂牌时间 所谓的挂牌时间呢 就是你这个房子上市之后呢 多久时间会卖掉 来看一下6月份啊 非公寓类的挂牌时间 大概是23天 公寓类大概是27天 那5月份的差不多是这个 也是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有房子 要卖的话 上市了之后 一个月之内如果还卖不出去 either没有offer 或者是有offer 谈不到你想要的价钱 那基本上 你就要调整你的下一步策略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数据支持 这里呢 有一份温采华地产局 给出的6月份市场总结的 清单一目了然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莉莉湖地产团队 关于渥太华 6月份 航产市场的数据分析 关注莉莉湖买房不迷路 下期再见咯